阿米,她在做什么? 她脑海里想象的东西会在银屏上自动显示出来,这是一种无需拍摄和放映的电影。 这太神奇了! 我喊道,阿米说,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技术而已。 那女人表演完毕,观众为她鼓掌,随后一名男子坐上了那个位置。 另外一种旋律响了起来,荧幕上出现了巨大的水晶,或者是宝石堆砌起来的地方。 一群美丽的小鸟随着旋律上下飞翔,图像很美,好像动画片一样,我俩长时间静静地欣赏着。 随后上来一个小男孩,他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。 他的小女朋友来自别的星球,故事跨越了几个不同的星球。 有些地方看起来很怪异,银屏上的图像不如前两位的星球。 有时整幅画面都是模糊的。 我问阿米为什么会这样? 他还是个小孩,全神贯注的能力,他没有达到成人的水平,但是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,就已经做得很好了。 片中的音乐也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吗? 不是,这个星球还做不到同时想象出来图像与音乐,但是有些星球已经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了。 不过在奥菲尔星球上的音乐厅,有音乐家仅仅靠想象就能演奏音乐。 太神奇了! 我们来到一个神奇的世界,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,还有巨大的云霄飞车。 人们先是被抬举到半空,然后骤然回落,他们都玩得很开心。 甚至还有一些仿造传说建造的地方,和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千奇百怪的东西。 阿米给我解释说,人类越是进化就越有同心,高度进化的灵魂就是一颗同心。 在奥菲尔星球上,有许多这种游乐园,我们需要游戏,想象,创造,因为我们希望努力模仿造物主。 阿米,造物主也做游戏吗? 毕德罗,游戏是造物主最喜欢的事儿,下次旅行时我让你看看银河系在宇宙中是怎么运动的,那简直是一种美丽的舞蹈。 宇宙就是最大的游戏,想象,创造,造物主就是爱心。 阿米,我们说的是造物主,而不是爱心。 爱心就是造物主啊。 在我们的世界里,在提到造物主时,我们会用爱和神来表述,并且把这两个字代写来表示尊敬。 你们有一天也会这样做的。 我越来越明白爱心的重要了。 你知道的还很少,好了,给奥特尔星球的访问结束了。 如果地球人真的愿意发展,那么从今以后起,你们也可以过上奥特尔星球上的生活,我们会告诉你们怎么做的。 现在我们上哪儿去? 我们要去一个高度进化的世界,那是无论你,还是我,目前还无法到达的世界。 那个世界的人,进化程度没有低于两千度的,本来是不能随便进去的。 除非像这次一样执行的是崇高的任务,才能短暂停留。 从这里移动到可以看见那里的地方,需要几分钟的时间。 我利用这几分钟给你讲一些其他的事情。 阿米启动控制键,飞船轻微地抖动了一下,前窗外面出现了白雾,星球似乎远去了。 我们离开美丽的奥特尔星球,去往遥远的世界。 毕德罗,你说过有些人,你可难爱他们是吗? 是的。 没有爱心就不好吗? 我回答说,当然不好。 为什么呀? 因为你说过爱心是基本法则。 那你先忘掉我说过的话,假设我是骗你的,或者是我错了。 你就想象一个没有爱心的宇宙吧。 我开始想象没有爱心的宇宙会是什么情景。 一切都是冷冰冰,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,冷酷无情。 正如阿米说的,因为没有爱心,自我无限膨胀,人们拟争我夺,自相残杀,自我毁灭。 我想象有那么一位有能力,但没有感情的极端分子,或是自己受到伤害,导致狂热不顾一切,自我毁灭也在所不惜。 我想象,他因一己自愿,暗冻变有,那么银河系就会在连锁反应中爆炸。 没有爱心,宇宙也就不存在了。 我说。 那么,是不是可以说,爱心是创造,缺乏爱心就是毁灭呢? 当然可以。 那,是谁创造了宇宙? 造物主。 如果爱心是创造,造物主又创造了宇宙,那么造物主身上有爱心吗? 当然有。 我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形象,一位光芒普照,神奇无比的造物主,创造银河,群星,正。 阿米笑着说,哼,请你再次拿掉造物主脸上的胡须。 他说的对,我又一次把造物主想象成一张面带胡须的人脸,不过这一次,造物主不是在云端,而是在宇宙空间。 那么,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造物主是很有爱心的了? 当然,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,造物主为什么要创造宇宙呢? 我想了好久,不知如何回答才好,随后我抗议说,你不认为我岁数还太小,回答这样坚称的大问题不合适吗? 阿米没有理睬我的抗议,你为什么要把刚刚吃过的那种核桃带给奶奶? 为了让她尝一尝这样美味的外星食物啊,她会高兴的。 为什么你愿意她高兴? 我稍微想了想,最后有了答案。 因为我爱她呀。 一旦明白了爱心的另外一个特点,是希望我们所爱的人快乐、幸福时,我吃了一惊。 你就是因为想要奶奶幸福快乐,才希望奶奶喜欢和鸽套,对吗? 是的,就是如此。 造物主为什么创造人和世界,创造风景和美味,创造颜色和芬芳呢? 为了让我们幸福快乐。 我喊了起来,因为明白了从前不懂的事情,而感到高兴。 很好,那么造物主爱我们吗? 当然,非常爱我们,造物主为我们创造了整个宇宙。 那么,既然造物主爱世人,那我们也应该有爱心,对不对? 对,对。 好极了,有什么能高于爱心的吗? 你说过,爱心是最重要的。 阿米笑着说。 哼,我还说过,你要忘记我说过的话,因为有人认为聪明才智是最高等的。 为了把这些核桃送给奶奶,你怎么办? 看看,怎么给奶奶来个惊喜。 为了制造你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,对吗? 当然,我要想一想怎么做才能让他老人家更高兴。 那么你的聪明是为你的爱心服务的了,难道是相反的吗? 我不明白。